全球舆论大动态 近载有报 天天读 大家好 我是宋忠平 今天我读报 美国不断地搞单边主义 中国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 对比明显 我们今天谈谈这个话题 国际聚焦 我们关注中日韩的新三国时代 我们来谈中日韩领导人三方会晤 中国时报就说 中日韩携手 共筑新三国时代 而且希望来加强合作 另外再来看明报 也在说相同的问题 中日韩峰会发表 十年合作展望 那么这个展望里面 其实提到了很多 首先一点的话 就希望地区局势能稳定 还有一方面的话 就是在RCEP谈判基础之上 加快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 毕竟RCEP里面包括的国家比较多 发展的水平不一致 所以中日韩三国的自贸协定将会更加开放 自由度更高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要实现中日韩加X 这是一个包容的概念 只要发展水平和中日韩比较相当 都可以加入到这样一个自贸区 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相关消息 还有再来看明报一条消息 三方共赢总比输好吧 三国演义启示中日韩 其实中日韩都不希望成为三国 为什么呢 三国最后的受益者是谁 司马仪 司马昭 那么三国分崩离析完全不存在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消息 而且来自于信报和联合报 还是在说相同的问题 中日韩联合声明支持自由贸易 这是三国最大的公约数 而且说明年一定要签RCEP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的新闻 就是说什么呢 你看台湾已经被排除了 越来越被边缘化 未来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小农的社会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大公报的消息 就是李克强就指出 中国扩大改革开放是坚决不动摇 这是一个基本的国策 共同网和韩国的中央日报 那么日中韩首脑会谈发表成果文件 强调要谈妥RCEP 那么也希望要加强合作 而且说三国是经济共同体 中国提出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里面一个核心的要素 就是经济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 再来看星岛日报 抗击美国的冲击 中日韩需要合力挺经济 看见了吧 美国就是那个第四方 还有就是共同网一条消息 安倍谈及日中明年有可能会签署 第四个政治文件之外的第五个 第五个有可能会强调的 就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战略合作 包括一带一路 我们再来看联合报和共同网在说 文安会气氛改善 但是问题是无解 毕竟这里面涉及到韩国的民族问题 还有就是共同网和韩国时报在说 日韩关系修复是任重而道远 民族问题是一个很难讨价还价的问题 韩联网另外一条消息说的是 韩国政府现在希望收到朝鲜给特朗普的圣诞大礼 是什么呢 不断地在监控着 还有就是特朗普现在你看也在准备看一看 特朗普自己的好朋友 私人的好朋友 金正恩究竟能送一个什么样的大礼 这是来自于香港01 当然这些话是说给谁听呢 说给自己的选民听 你看我已经有足够的应对 他给我花瓶也好 给我导弹也好 我都要有办法来做出应对 CN和信报再说一个人 博尔顿 博尔顿现在猛烈地在抨击特朗普 过去在朝鲜政策上是失败的 光考虑是胡萝卜了 没有大棒 结果你看现在又回到了原点 CNBC和新城再说 美国智库就说朝鲜有可能试射 洲际弹道导弹 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已经详细地 来做了阐述 包括朝鲜日报网和中国时报也在说 你看朝鲜公开了金正恩 指示军方三巨头的一个视频 也就是这三个人 包括空军和海军 希望他们做好准备 至于做好什么准备呢 并没有披露相关的信息 还有就是韩联网 大家来看 美国也好 韩国也好 日本也好 都加大了对朝鲜半岛的监控力度 四架侦察机 同时飞临半岛 而且昨天我们提到了 E8C也在朝鲜半岛来找圣诞大理 究竟在地下哪个地方藏着 那么联合报一条消息说的是什么 全力应对中俄 没准备大规模撤军 从哪呢 从非洲撤军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现在的国家战略 已经变成了大国博弈 尤其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 所以反恐战略已经不在 在非洲主要执行的是反恐 既然如此的话 非洲的部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这也是特朗普的想法 联合报一条消息就是 美军如果撤离西非 怎么办呢 法国必须要填补真空 否则整个非洲的恐怖势力又会做大 那么我们再来看其他两个消息 包括卫星网也在说一个问题 就是特朗普说和中国的贸易协议 已经准备好将举行签字仪式 这个话又是说给自己的选民听的 说给美国国内的听众来听 包括信报和金融时报也在说 美国国安顾问说英国应该继续来封杀华为 他侵犯了某些人的隐私权 其实他侵犯了美国全球的霸权 这才是根本所在 我们来看另外一条消息 来自于金融时报 中国企业今年在美筹资金额大幅度下降 也就是在IPO的时候 企业加速变少了 另外就是IPO的报价也变低了 但是还是希望到美国上市 毕竟这里面名气大一些 对企业的上市是有一定的好处 好了 国际速报 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我们来看蓬勃网和联合早报在说 波音提交新闻间接737 马克思安全问题令人不安 包括提到了FA 也就是联邦航空管理局 包括波音 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管理出了重大的问题 另外再来看经济日报和明报也在说 尽管你像波音现在已经换帅了 之前的CEO已经被炒掉了 但是想救波音难度也是非常之大 包括你看这个新的CEO叫卡尔霍恩 他实际上并不是个门外汉 他是干什么呢 以前是通用动力的头 现在也在波音干了十几年的高管 他是不是能够救波音呢 关键在于要把整个波音的管理体系 给他捋顺这个才行 还有再来看一条消息 来自于Basiness Insider和经济日报 说什么问题呢 就是特朗普有可能会涉及到妨碍司法公正 如果真的变成现实的话 他将会被第二次弹劾 被谁 被中约 还有就是卫报和大公报 在说特朗普又有一个新的言论 说的是什么 我不懂风 但是我懂风车 风车杀了很多鸟 他拉了一句话 就是这些鸟肯定是笨鸟 还有就是我们来看CNBC另外一条消息 包括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股市债市 有望取得1998年以来同步的上涨 得益于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国会山包括新浪 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五角大楼先新一轮的离职潮 七天走了五个人 既然和特朗普关系处理不好 不认同他的价值观 那就走人吧 我们看卫星网和美国之音 说一个问题 说的是什么 普京就说需要对美国 在欧洲和亚太部署中导条约 说禁止的中程导弹 采取某种应对的措施 包括也提出来了 就是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 在领跑这个世界 但是你看这里面 普京其实还说了一句话 说现在俄罗斯的武器装备 在很多领域 已经开始领跑世界 超过了很多国家 其实普京之前也说过一句话 说只要俄罗斯有足够的钱 把苏联武器库里面 一些武器装备的研发计划复活 将会让世界震惊 你看现在普京看来是复活了某些 过去武器装备研发的计划 来自于进入俄罗斯 那么新浪和卫星网 再说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俄罗斯的苏57这架飞机量产的结果 坠毁了 那么这个航空公司就说 我们已经投保了 这个确实对于俄罗斯航空工业来讲的话 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包括你看现在的五代机 F22坠毁过 F35坠毁过 现在又轮到了苏57 文汇报和Telegraph说一个问题 就是俄罗斯模拟断网测试主权网络 而且取得了试运行的成功 他说我不是为了和自由世界隔离 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的网络主权 网络是有主权的 卫星网和巴基斯坦相关的媒体在说 就是2019年全年外国对俄的直接投资 已经增加到了70% 扩大这么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俄罗斯的机会非常多 它之前的投资主要是在能源和其他的领域 而在于其他一些新的创新领域的话 俄罗斯还是很多处你地的所在 所以作为投资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包括再来看 这是路透社在说一个问题 就是俄罗斯准备在2020初结束之后 结束什么 结束降息 那么经济增长和通胀可能都会加速 包括2020将会发行非美元计价的欧洲债券 这是俄罗斯柴长说的话 卫星网在说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白俄罗斯总统说 俄白合并的问题应交给两国人民来决定 但是Euronews 大家来看 白俄罗斯的有一些老百姓是反对的 究竟怎么回事 也许会搞一个公投来最后做出决定 今日俄罗斯和中央广播电台在说 莫迪军事体制改革要增加国防参谋长 实际上这个位置相当于美国参联会的主席 也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总参谋长 这样一个位置 还有我们再来看中央广播电台和路透社在说一个问题 还是说印度 印度现在在爆发抗疫之际 又通过了明年人口普查的预算 这个预算 那么有些人就会认为 是不是要把人分个369等 可能又会引起更大的骚乱 彭博社和信报在说 亚洲首富安巴尼 身价今年涨了1326亿 也是得益于自己的行业 比如石油 包括其他的传统行业 那么CNN和环球时报在说 美国加州1.6万人以车为家 它不是爱好 它是没有办法 还有一些人住的是房车 但是很可怜有一些人住的是小车 腿都伸不开 怎么能一车为家 NHK和星岛日报在说 日本今年出生人数将跌破90万大关 老龄化 少子化 现在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 有些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 这确实也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韩联网一条消息 就是韩国今年3100名离散家属逝世 他们等不到团圆的那一刻了 我们再来看 这是另外的两个媒体在说一个问题 就是意大利将加入法国行列 明年初将会对美国的企业增加数码税 美国就警告不允许 否则的话我要对你进行制裁 那么金融时报和中国时报在说 菲律宾现在考虑重启核电站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考虑 就是俄罗斯在促使它进行核电领域的合作 我们来看这是伊朗时报在说一个问题 就是前八个月 你看伊朗的非石油的出口 已经达到了271美元 这对于伊朗依赖于石油的国家来讲的话 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 海外网和今日印度在说 你看这架飞机架的桥底下了 我不知道这个司机为什么就不能量一量 这个飞机到底有多高 桥有多高呢 这个问题应该是被避免的 但是成了一个笑话 大公网和CNBC在说 以为中了头奖 西记者指的是西班牙的记者 直播现场辞职 本来以为是中了一个天大的奖 结果能发现虚惊一场 空欢喜一场 确确实实要想清楚 再考虑是否辞职 还有BBC和明报在说 你像世人的身高和体重都不断地上升 到本世纪末食物的需求将增加八成 吃得多了 所以粮食有可能会出现短缺 那么今日俄罗斯另外一条消息 就是人现在是越来越抑郁 为什么呢 就是人不断地进化 但是有一些器官进化了 但是抑制抑郁的某些激素并没有进化 结果导致人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 那么我们来看卫报和Daily Mail 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在瑞典现在有一种酒店 这个酒店完全是冰屋子 进去以后非常的新奇特 如果你去了瑞典 不知道愿不愿意尝试一下 这样的酒店 好了 大前世界 就看一看这个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待遇和埃及斯摩人是同等的待遇 而且这个酒店非常非常的贵 几百美元一碗 那么不知道有没有人想享受这样一个特殊的待遇 可能睡觉的时候需要穿戴的东西很多很多 好了 广告之后继续读吧 我们来看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在说 国务院印发意见 进一步做好稳就业的工作 而且是26条措施 包括定向降准 也是希望称民企 这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经济日报你看这里面就罗列出来了 首先一方面的话 就是通过降准让中小微企业能够贷到款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要降低中小微企业的成本 第三就是要扩大中小微企业的市场 三条腿同时走路 让中小微企业能够解决更多就业的问题 还有人民日报一条消息 就是全国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达到了1524万人次 也是解决就业的问题 就业问题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经济日报再说 财政部说今年的减税降费将会超过2万亿 也是好事 还有就是新报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人行四招来应对债市违约 这里面就提到了保债券市场融资功能的发挥 另外做好违约风险的动态监控 还有就是要有措施 要有法治的环境 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文汇报一条消息 不要想偏了不存在开闸放水加杠杆的事情 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正确的去理解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彭博社和经济日报再说 中国逆组航母级的投行来抗外来的竞争 指的是谁 让中信证券来牵头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来自于星岛日报 习近平就嘱托林郑要办好香港的事情 香港的事情最耽误之极的是 止暴治乱 那么星岛日报再说 王毅就是一国两制 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 这是一个成功的政策 大公报再说 驻港部队在南海实弹演练 演练的是什么 反恐 那么星岛日报另外一条消息 就是昨天的平安夜 实际上香港一点也不平安 大家来看 打砸抢烧 无所不为 香港真的已经成了一个犯罪的天堂 对于整个香港老百姓来讲的话 真的是一个灾难 我们来看星岛日报另外一条消息 指的是一哥 也就是 说什么呢 就是市民守法意识薄弱 变相 纵容 犯罪 所以香港如果变成了犯罪的天堂的话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出现重大的危机 所以香港 止暴治乱是当务之急 好了 中华苏报 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来看星岛一条消息 广东搬了养老27条 培育产业放宽准入 其实我觉得养老不能成为产业 它是个事业 不能时时都以赚钱盈利为目的 新华网和明报在说一个问题 收容教育遏制嫖娼 但是人大现在在考虑废除 所谓的收容教育 为什么呢 人权至关重要 我们再来看台湾的望报和信报在说 湖南大学又发现了新型的猪病毒 今年是猪年 怎么猪瘟这么多 看来这个猪不知道是招惹了谁 我们来看另外一条消息 中国日报和闹新闻在说 内地手中单身女性争取动卵案 择机再审 为什么呢 在中国国内没有这样的相关法律 但是计划生育已经做了重大的调整 其他的相关法律应该做出调整 这才是与时俱进 我们来看经济日报一条消息 就是香港明年5G将会开放 供应商挑战比较大 需要更多的投入 但是想追上国际步伐的话 必须要加大投入 否则的话香港将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步伐 5G带来的是产业的升级 台湾的旺报和中国时报在说 两岸春节加班机投票前增加了10班 还有呢就是大公报在说 蓝营就说现在的暗黑网军是谁在统领呢 是蔡英文 她不断地通过网军来抹黑自己的对手 这就是蔡英文利用公权力在办自己的私事 包括新京报和经济日报在说 北京医院女医生遭遇到了病人家属 结果这个人死了 其实这种医闹真的应该休止 应该尊重医生的合法的权益 避免这种医闹的事故再次发生 联合早报和星岛日报在说 跨境网络诈骗 尼泊尔拘留了122名中国人 这些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恶 很多人尤其是老人 都上当受骗了 明报一条消息说的是谁 说的是王思聪 王思聪的官司和解了 解除了限制消费令 他已经先还了5000万 中国有句俗话叫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王思聪根本就不担心 好了 我们今天交点评论 要谈的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现在不断地扩大改革开放 和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来看香港联邦有一条评论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中美贸易谈判赶不上中国开放的速度 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不断地搞的是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 而中国现在不断地是提升自己的开放力度 可以说这两个国家的表现是判若两国 我们来看今天的焦点评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速度大于中美贸易谈判 中美贸易谈判谈到现在才准备签署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这个速度确确实实已经被大大的拖慢了 被谁拖慢了 被美国拖慢了 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全球所需 中国自从加入了WTO之后的话 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的贡献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 算是我们世界经济体的一个发动机 这是中国为世界经济做出的重大的贡献 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 就是中国需要全球市场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和全球的市场 已经形成了体系分工 产业分工 包括中国在之前长期以来 处在中下游的产业 而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是在高端的上游产业 确实形成了一种产业的分工 那么中国的这种产业 对于美国的这种高端产业 做到了一个很好的补充 所以中国和其他的国家 包括西方国家 完全是产业分工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但是美国现在片面地搞单边主义 搞贸易保护主义 是希望打破这种链条 这种链条打破之后的话 美国的消费者将会买单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中下游企业的产品 都受到美国的限制 其结果是什么 就是美国的物价将会高起 让美国的纳税人去买单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明白的话 就是中国的特色也是全球所需 而美国恰恰是希望打压的是中国的特色 中国在高速发展了70年 我们可以说实现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实现的 人类发展文明的重果 就在于我们的国家体制 让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个体制对于人类的科技发展进步是具有重大的好处 包括你像新加坡也好 包括其他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 说了一句话 大实话 就是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 不应该只有西方文明 包括东方文明 包括中国也应该占据一席之地 这个是至关重要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应该明白一点 就是中国的发展 对于世界来讲的话 绝对是一股正能量 包括我们现在所提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希望的是什么 就是文明之间的共融 这个对于世界各国来讲的话 都是大有好处 所以相信中美之间 在贸易谈判问题上 是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 但是美国必须放弃 对中国的敌视政策 否则的话 中美之间一时风平浪静 不代表永久的风平浪静 包括中美之间 在很多领域 包括价值观 包括民主人权问题上 都有重大的分歧 所以中美之间的太平 并不是一个长久的 尤其是美国 希望发展更多的能力 来遏制中国的产业发展 这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是非常无法接受的 好了 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